为什么有牛奶羊奶却很少见猪奶呢 看完你就明白了 大家平时喝奶的品吗 相信大多数人应该都喝过牛奶 甚至可能有朋友还喝过羊奶 马奶以及路透奶 虽然这几种奶比较小众 但又超市出售 然而有一种奶大家别说喝了 可能见都没怎么见过 那就是猪奶 不得不说猪肉估计大家吃了不少 但猪奶这玩意想必大家也迷惑 猪奶能给人喝吗 如果能为什么不见有出售的呢 这里得说一下 猪奶不仅小猪仔能喝 其实人类也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市面上少见猪奶呢 今天咱们就去看看 第一 养殖场不产猪奶原因 是因为这玩意产量实在太低了 就拿咱们熟知的牛奶来说 每一头黑白奶牛 只要还饮之后 就迎来了三百多天都哺乳期 也就是说 奶牛几乎全年都能分泌买水 据数据显示 一头成年奶牛 每天最多产奶量高达40公斤 一年下来 每头奶牛平均产奶量能达到7000公斤以上 不得不说 咱们能随时随地喝到牛奶 以及吃到各种牛奶制品 和奶牛每天新勤的产奶离不开关系 当然 产奶界除了奶牛之外 羊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了解 虽然不同品种的羊 产奶量会有差异 但大部分的羊 每天大概能产5公斤左右奶水 乍一看 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少 但羊怀孕之后 补乳期有200多天 差不多也算是全年产奶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 市场上除了牛奶销量高之外 羊奶销量也不低 不过 猪产奶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猪怀孕后 每天产奶量几乎不超过5公斤 而且最致命的是 猪的哺乳期只有60天 不得不说 这两个月的时间 猪产下的奶 估计都不够猪仔喝 更别提提供给人类了 猪一年产奶量少得可怜 满打满算也就只有300公斤左右 所以 也难怪市场上少见猪奶了 事实上 大多数养殖户 相比于猪奶 更在意猪杂的价值 自古以来 猪就被当成肉食 所以 养殖场更关心猪的体重和肉质 而不是猪奶 另外得说一下 和奶牛羊不同 猪的乳腺导管比较短 因此 母猪不会提前存奶 一般小猪都得通过嚎叫 推拱 刺激母猪神经 他们才会分泌出数量不多的奶水 由此可见 想要挤猪奶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当然 工厂不愿生产猪奶的原因 不单单是因为猪奶产量少 而是生产猪奶成本更高 猪长胖的 能直接卖了回本 如果是为了猪奶 那就得一直养着母猪 要知道 猪很能吃 脾气也暴躁 特别是进入哺乳期的母猪 分分钟就能撞翻工人 这样算下来 如果工厂想收集猪奶 那估计要投资不少钱 当然 这还不算什么 最可怕的是 工厂千辛万苦 获得了猪奶 但市场反响平平 甚至没有消费者愿意购买 那亏本亏大发了 如今奶制品 早就被牛奶洋奶等老牌奶类占领 猪奶想挤到他们上位 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商人都是精明的 猪奶不赚钱 大家也不会在上面浪费时间精力了 最后问问 大家对此有啥想法 欢迎一起来唠唠